回到我们的新闻现场来看看 中国四川的熊猫 翠翠最近生宝宝了 但没想到这个取个名字的活动呢 现在可震惊了各界 惹出了一身心来 因为反倒是激起了大家对习近平的一个怒火 原来这个熊猫生产呢 本来就不是一件好事 但是央视不但发新闻 要帮这个小朋友命名 但是现在可是把这个习近平给惹恼了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命名活动只能喊咖了 引出了中国的一个黑色幽默 那另外来看看经济学家们 进行了一场试剂辩论 再讨论中国跟美国的一个经济 谁会超车呢 我们今天的大世界话题 就要带大家一块来讨论了 我们先从这个可爱的熊猫宝宝来看起 翠翠最近生孩子 但是取名活动呢 惹出了一大堆的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人对习近平有多怒呢 好 现在全部都出来了 原来呢 这个生孩子当然是好事情 所以要帮他取名啊 央视发新闻说 要帮这个小朋友取个名字 就要大家来征求网友的一个意见嘛 但是没想到网友反而帮小熊猫呢 取名为奇翠 为什么要帮小小的熊猫取名为奇翠呢 好 这个奇是奇球的意思 翠原来是可以拆解字啦 它变成了这个习习足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暗讽要祈求习近平死两次 很多网友就说了 让我们一起来奇翠吧 下面累积的留言 其实多达了一千多则 官方发起了这个命名活动 那现在大家都要祈求习近平死两次 怎么办呢 马上事情不对咯 命名活动赶快喊咖 那转发的人民日报呢 紧急把留言也快速的来关闭 那微博上面几乎消息被屏蔽了 那中国有一位博主就说了 其实大家对习近平早就不满很久了 只是中国的网路非常封闭 所以大家只要逮到机会 就要想办法用隐喻的方式来酸习近平一下 那其实要酸习近平 中国网友可是之前想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词汇 习近平他曾经在2013年的时候 去过北京的庆丰包子铺 所以大家私底下就怎么样呢 就称他为庆丰帝 所以啦像是习包子啦 庆丰帝都是拿来酸习近平的话 后来衍生出去什么呢 入包文化 更出现了不少恶搞 那这些都是中国网友展现的一个黑色幽默 那您还记得这个小熊维尼事件吗 之前美国有南方四件课的卡通 就开玩笑说 习近平他长得很像小熊维尼 结果可是害惨了这只小熊维尼 不仅变成了静语 他的产品通通要下架 那么到底这位习主席 有多么的不能得罪呢 我们就来看看 中国的年轻朋友 最喜欢用的App Store 就是小红书了 内部的审查文件曝光 里面涉及到了习近平的 很多的敏感字眼 多达多少呢 多达了564个 什么法西斯啦 什么包繪地啦 还有什么总加速师 通通变成静语了 让人最想不通的是这个XD 这个在网路上面 大家很喜欢用 因为他表示大笑的意思 现在中国网友也不能用他了 为什么呢 因为用英文来念的话 他是XD 这个XD感觉起来 好像跟习大的这个名字 他的名字看起来有谐音的感觉 所以这个XD 现在也变成了网路的敬语了 但是大家对于习近平的不满呢 真的封要封得住吗 连胡习近现在都想要造反咯 我们就来带您看看 胡习近他是怎么说的 其实习近平的清零政策 本来就引发了不少的民怨 只是大家不敢公开的对他反对 没想到这位胡习近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 他高调的发文 他讲了什么呢 反对了习近平的一个清零政策 他说非必要不出省事 根本是把不安定感 给恐慌带给了民众了 而且他也讲说 发展经济有千条万条 但是最重要的这一条是 人得要流动起来是首要的 但你现在都清零 大家不能出去 只要确诊就不能跑 这人要怎么流动呢 胡习近最近难得 最近之前 虽然被不少的中国网友怒骂 但这一次很难得 他说到了很多中国网民的一个心声了 那习近平现在面临的最大危机 是什么呢 太相信党的一个宣传了 病毒的问题呢 其实已经三年过去了 三年过去 他到底该怎么样解决呢 清零反而变成他最大的政治挑战了 因为防疫清零政策 现在惹得民怨四起 但是习近平连任真的是定局吗 我们就来看看 之前有不少的报道认为 接下来中国的政局呢 可能是变成习下李上 那李是指谁呢 当然是指李克强啦 但是中国的媒体就认为说 不对不对 这个说法不是对的 应该是李上 但是习不下 好为什么会这么解读呢 这次北戴河会议之后 习近平李克强两个人都这个 各自出席了两场活动 他们是在同一天现身的哦 只是一个到东北辽宁去了 那另外一个是到深圳去 而且是各说各话 各自说什么呢 习近平在东北的访问的时候 强调红色血统啦 红色江山 而且聚集在自主创新上面 但是李克强南下深圳去考察 他关切的是什么呢 关切的是经济本身的一个基础发展 是否牢固 那因此两个人的重点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中国有评论就认为说 二十大之后呢 这个李克强会拿下总书记的一个职务 主管中国的一个党政部分 这个是李克强接下来的 而习近平的手上呢 还是会握有军权的 不仅是国家主席 也会是国家军委 所以一个人主党主掌的是这个党政 另外一个人习近平掌的是军权 所以他们认为会是礼上 但是习不下 手上还是握有中国的主要军权在握的 虽然习近平现在最大的任务 就是要过二十大这一关嘛 当然也想顺利连任第三期 但是即使习近平位置保住了 恐怕现在以大家对他的怒骂声来说 还是米平不了中国的民怨四起 中国四川熊猫基地最近迎来新成员 大熊猫翠翠产下体重重达270.4克的宝宝 模样超级可爱 中国官媒央视新闻等不及分享喜悦 在微博上发文邀请网友帮忙取名 没想到网友留言整个歪楼 焦点全放在妈妈翠翠身上 由于翠字的结构可以拆分为简体字 习加习加族 在大陆网络世界 翠字隐含习死两次之一 而这次网友就直接在央视微博评论中 打出让我们一起来起翠 由于翠字真的太敏感 有网友表示我敢动又不敢动 还表示这是可以说的吗 熊猫翠翠意外先起反习潮 不但底下留言习版还延烧到推特爆红 更有人发起奇脆活动挑战北京当局的底线 当评论累计至近1500条时 央视新闻或新浪微博审查员才发觉出事 随后他们屏蔽了这条信息后的所有评论 即关闭了评论功能 中国当局向来严格控管任何影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敏感词汇 之前网传一张中国路边看板标语 上头写到隔除漏刃让民众一头雾水 原来是漏习被改成了漏刃 刻意想避开习近平的习 而且漏习一词在微博搜寻都查不出结果 疑似被封锁 虽然改字的真正原因不得而知 但一扯上习近平 类似禁忌实在多到不行 但它并不值得生活在世界中 在中国控制我国家的艺术 什么 你竟敢看不起我 黄端北京的红色恐怖 美国动画南方事件客似乎早料到自己 会步上小熊维尼的后尘 小熊维尼因为被说向习近平 就在中国被孝顺匿击 中国社群平台小红书 近日被揭露严格的言论管制 小红书审查部门定义了十类舆事件 包括可能引发政治社会动荡 危及国家安全的社会事件 以及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机构 有针对性的批评建议 其中更有多达564个关于习近平的敏感词 除了邪大大法西斯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 虽然连表情符号都被禁 整个审查流程事无巨细 审查机制非常严格 而这还仅仅是中国一个 以图片分享为主要再提的社交平台 可想而知其他更知名 影响力更大的平台 其审核逻辑和严格要达到怎样的程度 中国严格审查社群早就广为人知 但现在连前宣传喉舌胡锡进 也公开不停息吗 胡锡进发布影片表示 疫情是影响经济的一大关键 近来旅游省区又爆发新一波疫情 他认为稳信心变得尤其重要 胡锡进表示 各地抗疫经验丰富 只要及早发现就不会大规模扩散 完全不必惊慌 该控管的地方控管 该保持正常地方就保持正常 四万事发现一起案例 就严格封控的规定 早就不合十一 可见习近平主张的清零政策 不只人民受不了 连带冲击经济 现在就连官派人马也不停 恐怕让中国奉行的防疫政策 出现松动 三立新闻夜里为报导 接下来看到的是美中两国的谈判 有谱了吗 中概股连续大涨 这是不是也透露了一些玄机 透露了一些讯息出来 有人是先知道了 美国最近积极在查中概股 要这些中概股的财报 摊在阳光下吗 否则你就有一些下市的危机了 好 目前美国查的结果 是有160家的企业 我们看看他们都被列入 摘牌的名单 这些名单先列出来 到2024年的时候 会有下市的一个命运 那前一阵子不是有一些 这个中国企业吗 他们就自己不等你摘牌 先跳出来说申请要退市 包括了中国人寿 中国石化 中国石油 还有上海石化 中国旅月等等 五家国企都申请要先退市 原本大家就以为说 美中之间是无解无忘了 没想到现在似乎出现一些转环的氛围了 难道是北京先退让吗 因为之前大家总是认为说 北京的态度很硬 不大可能让你去查我们这个国企的一些 这个主要的一些财报数字的 但是现在北京的退让 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关键 来看一下华尔街日报怎么样来报导的 华尔街日报就报导说 其实美国跟中国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 北京已经同意怎么样呢 同意让这些中概股的审计文件跟数据 可以从中国先转到香港去 美国的监督委员会再派员到香港 去进行一个相关的审查 只是现在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官方没有人要证实 但是这两天的中概股的表现 真的是一飞冲天 我们看一下周四的美股收盘 不仅道琼跟NASDAQ都大涨 那其中NASDAQ的金融 中国指数连三红 那其中这三档的股票 大家非常的关注 阿里巴巴 百度跟京东的一个表现 因为他们之前被美国点名 没有通过了审查标准 所以也要被列入栽牌名单 那现在传出美中两边谈判 可能真的有一些转环空间 现在率先大涨 就是这三档股票了 好 先来看看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星期四的美股收盘 狂涨了七个百分点以上 港股的表现也不错 涨了两%以上 百度美股扬升了八个百分点 港股也上涨了二点五四左右 而京东在美股的表现 大涨了九个百分点 港股其实表现也是不错的 这等于说美中传出有转环空间之后 这些中概股就在上演庆祝行情了 但是现在美中两边的正式协议还没有达成 接下来可能双方还是要美国确定 真的可以去查葬了 这两边的共识才叫做真正的达成协议 那么说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 有一些关键数字不太乐观 不少财经界人士疯狂讨论 到底中国跟美国的经济 谁会超越谁呢 我们看一下这一年来的数据 中国的经济的年增率 在消费数字跟工业增加值的部分 四月份好 这紫色的线跟黄色的线 这个部分还有起色 但没想到这个月其实略为下滑 而在蓝色的这条线 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一个部分 七月份的年增率 其实也没有比六月份来的高 而是稍低一点的 所以七月份的一个数字 确实表现不太好 中国原本设定呢 今年的经济增长的目标 是5.5% 但是上半年的GDP 只有2.5% 下半年有没有可能来到8%呢 这才能达到5.5%的标准 真的是一个未知数 不太可能会发生的了 不可能的任务 那另外通膨的问题 也还在持续当中啊 像是中国的一个很多东西 现在都很贵 酒啦 蔬果菜的价格 通通涨价了 CPI的增幅来到了2.7% 而青年的失业率 达到了19.9% 专家就说 到了下半年中国 可能经济是可以复苏的 但是一下子 大要进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 那尽管中国下半年经济 很难突飞猛进 但是就要来比比看了 中国跟美国的部分 谁可以追上谁呢 有没有可能中国或是美国 其中一边占上风呢 彭博就预测说呢 其实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下半年美国的经济还会再下滑 所以预测今年的经济成长 中国会成长3.6% 其实是优于美国的1.5%的 北大的学者林毅夫就说了 中国现在的经济最好的战略 就是要保持开放 因为以目前中国的GDP来说 未来可能对美国迎头赶上 是迟早的事情 他对中国的一个经济 是抱持比较乐观的看法 但是美国的前财长 他就认为了 说日本跟苏联之前 想要追上美国都没有追上 那中国可以追得上吗 之前6月份以前 中国是有机会的 但现在中国可能已经错失掉了 追上美国的一个机会了 那到底中国跟美国的经济 谁可以超车谁 现在还是一个世纪大辩论 在ing进行当中 华尔街股市三大指数 二十五号收高 其中在美上市的部分 中概股大涨百分之五 到百分之十三 阿里巴巴晋升近百分之八 百度收高百分之八点七三 原因跟这项消息大有关系 华尔街日报在二十五号 援演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中美双方接近达成一项合作协议 美国的监管者可以在香港来阅览 在美上市中概股的审计底稿 先前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等多家中国国营企业 相继发出公告 陆续向纽约证交所提出退市申请 掀起新一波中概股退市潮 中国企业之所以选择自美国退市 其实是为了保护中国利益 二零二年十二月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 外国公司问责法正式生效 根据该法案连续三年 未被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审计的公司将从美股摘牌 此前美国监管者无法查阅 在美上市中概股的审计底稿 由于中石油 中石化等公司 都是中国的国家级战略企业 不太可能将自己的内部审计事项 完全交给美方 这攸关中国的国家安全 中美双方一直就此进行磋商 但迟迟没有传出好消息 如今华尔街日报这篇报导 让中概股退市出现转环余地 据知情者透露中国证监会 正在安排中概股公司 和他们的审计公司 将审计文件和数据传输到香港 而美国监管者最早将在下个月抵达香港 知情者还表示最终协议 还有待美方评估 是否能够接触全面的审计文件 尽管目前双方都没有做出回应 无法确认消息是否属实 但若达成协议 美中这方面矛盾将获得重大进展 据了解中国企业被列入有关名单 是美国监管部门执行其国内法律的 有关步骤 这并不代表相关企业必然摘牌 这些企业是否摘牌或继续在美上市 取决于中美审计监管合作进展和结果 我们乐于看到中美监管机构 达成满足双方监管要求和法律规定的合作安排 前阵子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列入预定摘牌的中概股名单 不断扩大 中国方面表示这是美国法律的必要步骤 试图安抚中概股公司 原因就是美国国会规定 2024年是将不合规定的中概股公司 赶出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的最后期限 目前已经有约160家在美上市中概股 被列入预摘牌清单 如果中美双方未能就审计达成协议 2024年初将会有超过200家中概股面临退市 不小中企纷纷自愿退市 包括阿里巴巴 京东和百度都陆续回国挂牌 就怕一个不小心成为中美角力下的棋子 三立新闻夜流报导